小姑, 問你什麼時候拍AV 搞笑 不知道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你這麼快, 再來一次… Hello, 大家好 今天繼續我們這個 聰去未吃 我們今天邀請到這個就是我的乾媽 不是你乾媽, 但是… 我是乾媽 終於請了阿奴上來 而今天我們有這麼多集以來 應該是最高級的一集 今天特地打扮, 襯下你的高級製作 我也特地打扮 也是黑色衣服 我特地換了一件新的黑色衣服 也要感謝盧智幫手 盧智了新露天地的羽龍軒 然後贊助你這餐 所以我就叫盧智幫手 多謝盧智, 也是新露天地 多謝羽龍軒 為什麼要吃這餐? 這餐吃完了, 我們是上契的 好嗎? 你看到茶也準備了 這麼突然 我就吃了R的契仔 沒問題, 你相信我 因為我知道你經常在乎小朋友 你不是小朋友 我是好朋友, 你在乎不是好朋友 你不是… 我不要 OK的… 你相信我, 我就上契吧 好, 我一定相信你 我想先買一間房子 好, 乾媽, 等你了 你有…你剛才說… 我真的打算買一間房子 不過不用你幫我買 趁現在的食物還未來 我先出去買一些東西 好 你等我 你不等我, 你不等我 你不等我 你會騙我的贊助嗎? 叫我買單 不是, 他贊助我而已 你是自己付錢的 是…他贊助我, 你自己付錢 你不懂買東西, 你快來吧 我去買一點東西回來 不行, 媽媽, 媽媽很可憐 沒問題, 好… 在等東西吃, 沒東西做就過來 出來買些東西, 買什麼呢? 最近我沉迷了一隻遊戲 叫做Landlock Go 它是一個可以令到玩家 看不到自由交易 現實世界的地產遊戲 大家都知道, 因為疫情關係 現在哪裡都去不到 但透過Landlock Go 你就可以留在你目前的地區 都可以做到環遊世界的效果 我最后的這個 就是我本來最著名的觀光塔 我先嘗試把它放下來 我只要按一個按鈕 這樣就可以買到了, OK? 那買完觀光塔了,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買的 例如這個, 觀光塔的賓珠針 再買一買吧 西華湖, 那就買一買吧 我們這些人就是這麼朴實無話的 說真的, 我買西華湖 用完整個身價差不多 這個就是剛剛買了觀光塔 然後還有這兩樣, 就是適合買的 西華湖, 還有賓珠針 以後你去西華湖的時候, 搭我的檔, OK? 好, 買完東西了, 剛好食物又來買了 真的夠快手 這個是冰莓溫室小番茄 是, 溫室小番茄 和我差不多 我只吃了 我家常常吃到溫室小番茄 你是嗎? 是嗎? 難怪你很胖 我溫室長大, 肥一點, 健碩一點 是嗎? 肥膩一點 是的, 好… 我不客氣了 但其實我本來是小吃番茄 小吃嗎? 冰就不關你 我以前也不喜歡吃番茄 但這個特別甜 特別甜嗎? 特別甜以嘗嘗嘗嘗 可以嗎? 真棒 爆汁, 你嘗嘗嘗嘗嘗 爆汁不厲害, 我嘗嘗嘗 不知道你明白嗎? 它沒有酸味的 沒有, 是很甜的 這是我推薦的前菜 真棒 那個芋是…汁在芋裡嗎? 它應該是…底部有芋汁 這個也是, 要知道味道 它也放了一些汁上去, 混合 最棒是一咬, 你都感覺到 跟古龍番茄不同 比較濃稠 我想說, 原來它下面有些… 我開頭以為是冰 應該是… 啫喱 應該是… 應該是梅味的啫喱 對嗎? 對 但我想說這個是… 因為我不喜歡吃番茄 說真的, 因為我覺得番茄很酸 但它這個完全不酸 是甜, 是真的甜 而且它的酸味就是來自梅的少許酸 酸的味道 但不是番茄更酸 對 會改變你對番茄的印象 這個是令我改觀的, 認真 不是開玩笑 對, 超棒的 我先嘗嘗它這個 很棒 這個真是推介 就算你喜歡吃番茄就一定吃 不喜歡吃番茄都可以試這個 你也試一下, 我想說 那杯水呢? 也特別好喝 真的是水 我原來說得特別好喝 還有可能因為我肚餓 因為我最近… 168 我最近試過168 我試過兩天 其實有沒有真的試過這麼難 但唯一不好就是 可能你不吃東西 在這8個小時裡面 有時候我睡不夠8個小時 起床會肚餓 對 另外吃了16個小時其實也沒問題 沒問題 而且最重要168是要做睡 試過嘛 每天到凌晨3點 就肚餓, 不斷顧 然後我試過 我老公說 我睡覺肚子也肚子 真的 他聽到真的 好, 第二道菜 很吸引 黑魚子脆皮乳豬件 他說底層是三層 底部份是炸饅頭 我告訴你 中間是BB豬 對 上面是伊朗的黑魚子 我先用手 多姐說一定要吃 我推薦我也用手 中間還有些醬 饅頭和乳豬, 中間還有些醬 很好吃 很好吃嗎? 快點吃 炸麵頭炸得很香 我喜歡吃這些 脆薄薄的炸雞 炸雞很喜歡吃 嘩 它的口感很豐富 饅頭那種 有點鬆軟 魚豬皮是超脆的 再加上黑魚子的口感 超脆 ASMR 這個不可以留給柱頂吃 這個太不好 好醜 很健康, 不可以吃 我留給柱頂吃 今天還在聽, 我可以吃 都說是有辦法 要吃好東西 是否多吃一塊就有錯 對…多吃一塊就有錯 兩塊給你 好滿足 難怪米之前三星 對 暫時有兩種食材 不過我們選擇的 我們選擇 它也是推薦得好吃給我們吃 暫時兩種食材 都很屈膩, 很高分 你咬一口 這個多錢 好, 我上他們觀望的態度 這個黑魚子脆皮 乳豬筋 六件 是四百八十元 我覺得合理 沒有吃, 我也是很棒 冰莓溫室小番茄 九十八元 也不錯 也不錯 真的不像中國那麼貴 好像是海鮮類比較貴 海鮮類比較貴 我想說, 這個是片皮鵝 好像平時的, 用荔枝木去燒 燒走油脂 先吃下去, 沒那麼肥 上面這個配合的 就是牠們叫蝴蝶餅 是 類似猛牛 它真的覺得剛剛好 如果真的包著皮 會有肥 但是加上這個皮 就剛剛好 就是肉汁 加上它那個 它好像很美味 我想吃下去 最大不同的分別 就是平時用那塊包著 那塊有些會太乾 因為不知道太濕 或者什麼 但是它這個 薄餅就好很多 但是這個對我來說 份量是少的 因為我平時吃片皮鵝 我一個人可以清半隻或者一隻 但是這個可以吃到 我會覺得 我會想點了兩份來吃 好, 這個是… 超級香 它有說其實… 不要說真的很辣 因為乾辣椒 就不會滲到蟹肉 我們嘗一下是不是很辣 因為切片不用辣 對, 讓我們先嘗嘗 幫切片皮 嘗嘗一下 好, 各位 我想說這個超級香 對 它裡面不乾身 它不是乾身的, 裡面是… 剛剛好, 而且不怕太油 炸得剛剛好 裡面還要吃到肉 很有趣, 而且真的不是很辣 它有點像麻的感覺 對, 但其實汁不辣 沒有, 很辣 但它真的令我最經驗 就是…通常炸軟殼蟹 裡面有些時候很乾 但裡面還有一點肉汁 我自己猜不到 因為我沒有說很喜歡吃軟殼蟹 因為我之前吃過的 我沒有特別好吃 但這個是… 它這樣做出來, 我想說很惹 所以… 咕嚕你的心就是… 你平時覺得不好吃的, 做得很好吃 你會覺得很出吃 我已經發現了 不過暫時MEP也是番茄 我猜不到 它的辣是厚的, 算是厚勁 可能吃過後半碗 所以我覺得是挺棒的 吃到第二塊可以再辣一點 可以越吃越辣 但是很香 它的香味會殘留在嘴裡 因為有些辣在嘴裡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收到的租金 現在收到租金, OK? 含著暗收取 三千多萬租 就收到租金回來 所以你買得越多 你越租金越多 就可以成為地產大王 假設我在澳門 我未能買到澳門物業呢? 不是 這裡有一個地產代理的功能 你要打開它之後 譬如我去澳門的 我去買日本的物業, 行不行? 是行的 第一, 用這個Coin紙直接走過去 或者看廣告都可以縮短時間 那麼簡單, 當然是用Coin紙 直接搞定 就去了日本了 就全部都是日本的物業 這些就是你可以買的物業 這些就是我買了的物業 你看到, 可以看迷信 有多少收益 有多少股, 各方面 這個… 真的很棒 這個松露超香 我沒試過吃的東西 通常有點碎 但是整塊… 這些可以整片就要吃 對, 不懂得吃 我也不懂, 試試看 讓你看看多脆 裡面是菇, 應該都是菇 菇加蟹肉 對, 我想說這個很健康 很健康 對, 雖然外面是脆脆的 但裡面是很健康的 即是菇, 肉 裡面很多汁 就像吃的湯匙一樣 這樣 好, 來到我們今天最後一道菜 這個… 鳳凰肉魚蒸法國藍濃 很棒 好, 鳳凰肉魚是甚麼呢 它底部這個 就是火腿汁加蛋白 一起做出來 嘗嘗, 嘗嘗 嘗嘗 我覺得一定要先吃頭 因為… 我不想吃 你搞的 吃個鉗… 吃個鉗… 飽也要嘗嘗 我有點好東西給阿契爺 但它的底部好像… 水蛋似的 我好像吃了蛋 它好像水蛋似的 底部那個 好 好 這個時候 我看它吃天鹹富士丹 它好像非洲草原上 有些獅子 很好吃 我很喜歡它底部的蛋 蛋嗎? 好, 嘗嘗 再加上龍蝦 那個像水蛋似的 剛才… 很好吃, 很滑 龍蝦吃就知道很新鮮 不過我覺得我們慘的是 因為我們吃的是最重的味道 這個反而吃起來 沒有剛才的全部那麼濃的味道 但它也好吃, 很鮮 但它很清甜, 很鮮甜 對 我想單獨嘗一個蛋 很舒服 看得到蛋, 看得到嗎? 看得到 密密地吃 不過就這樣吃還好 要配龍蝦 對, 加起來 問一下阿羅 整晚吃了這麼多東西 要你排名是怎樣的? 因為我本身吃的番茄 我不放在這裡 我會放乳豬 它又脆, 加上所有東西 我最喜歡 第二, 應該是 軟糖蟹 軟糖蟹 第三, 應該是龍蝦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蛋 配龍蝦 如果你要問我 我覺得我第一位 我真的吃番茄 太好了 它真的我這麼不喜歡吃的 甚至有真的食物 我覺得好吃 我覺得那個是很… 很厲害 對, 反叉更大 第二位可能是… 應該是… 還是蟹 魚… 魚蟹是第二位 第三位其實我是… 魚豬和這個 我可能只有這個 因為這個我比較驚訝 有這個市場 它是拍賣的 你喜歡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 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你知道市場購買你的業權 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那假設有些物業很貴 你又買不起的話 你選擇買這個業權 一部分的這個物業 就會屬於你的 那其中一個排行榜 我在澳門區 其實是不差的 整個澳門區 我是在排第六 而軒Sir 我是在排第五 我想說 我是澳門第六位的地主 C 還有這個Landlock Go 都是跟朋友一起玩的 所以邀請螢幕前的觀眾 可以一起過來挑戰我 看看會不會在這個 我自稱的福布斯的排行榜中 擊敗我 OK? 記得用呀 Landlock Go總括來說 我覺得挺好玩的 如果你喜歡玩大富翁的話 平時大富你買的物業都是虛擬的 但現在可以買到你身邊 就像你可以買到自己的家裡的大廈 甚至你仇人的家裡 你都會買回來 那種滿足感也挺特別的 而且它是免費下載的 你還要快點一起用 Landlock下載一起玩 可以用我專屬的特位硬幣包 有一支的優惠 快下載吧 好, 那我們也跟阿盧聊聊天 對, 前陣子都在社群網站收到一些問題 我們訪問一下阿盧 不如我問一下你 你問我? 可以嗎? 那還是你先問我? 那又不好, 你先問吧 你問了我就知道怎樣報仇 不如你先問吧 那更不好, 還是你先問吧 我先問吧 我沒什麼想問 好, 那我就留住不問 簡單一點, 有沒有想要生小孩? 有的 有?還是已經有了? 我還沒… 又亂說, 又可以製造這個謠 不要問一下 你會想著生的 因為我屬豬的 我身潮跟虎是挺合的 我挺想生虎 如果順利的話 那順其自然 可能生到虎就生了 虎年就是夏年 今年牛年而已 如果OK就是這樣 因為之前我還沒想到這麼快 但後來我想一下 其實想一下, 身潮都很合的 都可以試一下 其實差不多了 因為都三個份了 其實你已經可以準備了 準備多一會 不是, 可以過多排才考慮 那如果是生你會喜歡 男生還是女生? 我應該都喜歡 都喜歡 我不要說話 但正常都想一生一生一女吧 那還是… 還是… 乾兒子呢? 那又不用 又不用 因為我以前覺得 如果生完小朋友 就是到處走 就有一點點不負責任 我很想頭兩年 都會很多時間回到那裡 其實疫情也挺適合 當你真的… 你打算下年, 下年生 你生完之後 可能疫情就完 希望了 那就剛好不能去旅行了 不是, 不可以去 我想只可以去短情 可能有可靠的人 可以幫我照顧 我應該可以放心 幾天這樣都可以 幾天都可以 或者一個星期內 或者這樣 我有一個方法 請你做 不是 那你一定是照顧小朋友 然後呢? 那你去不到旅行嗎? 我幫你去 我拍拖回來給你看 你不用 那你就可以知道 辛苦你了 你都不喜歡去旅行 所以我是很大犧牲的 不要勞你 有個問你什麼時候拍AV 搞笑 準備中了, 準備出道了 不知道嗎? Oh my god 因為你經常都有人 在微辣的影片留言 像哪個AV的 可能20已經出道了 你們知道嗎? 可以你真的回答 我幫你問你 我純粹說有 但他答錯了, OK 那我不會故意去找 留言告訴他 看看誰 看看像不像 如果在微辣選擇一個做老公 那個會是誰 一定會選擇 一定會選擇 不如你猜一下我選擇誰 我不如想知道 以你了解我的感覺 我會選擇誰 豪Dee 豪Dee其實真的是一個人算 但他有一些缺點 他太悶了 因為我又不可以太悶 但豪Dee 為什麼呢? 我喜歡性格好 因為我自己覺得 結婚和拍拖是不同的 我拍拖應該會選擇豪D 如果拍拖 如果不是結婚的話 可能會很想要新鮮感 比較有趣的人 會想要刺激 就是刺… 霍哥 霍哥 霍哥也不行 霍哥就是靈探 他會帶你靈探 我先想一想 因為認真拍拖 公司很多人都可以 那你會想誰拍拖 很難選擇 因為公司會不會有人吸引我 好… 但一定要選一個 他逼個答完這個問題 但我已經結了分 Jeky Lee Jeky Lee很好 Jeky Lee 你跟他一起很刺激嗎 他不刺激… 但他好像比較有趣 我跟你說這句 你比較有趣 是嗎? 我跟你比較有趣 其實拍拖和家長也可以 除了他… 不用…不用說話 不用說話 Jeky Lee 我覺得他比較穩定 Jeky Lee 你想想一下 博古就是太子業型 親朋友多於親女朋友的感覺 我一定不會選這些 單純想玩弄一下Jeky Lee 玩弄一下 玩一下就可以 拍拖就是Jeky Lee 那結婚呢? 結婚… 可能你這樣說一下 我真的好一點 好一點就是純粹 因為跟別人相處會很舒服 我覺得結婚一定會有相處舒服 我也會選好一點 如果結婚 可惜 你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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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跟大文一起嗎? 拍拖當然是大文 可能是大文拍拖 唉 有人問你 為甚麼婚後 個人好像放開了一點 玩…又玩得盡一點 婚前個人很修煉 大家知道現在才認識我 被人… 一切以成定局 就可以把真面目拿出來 好笑 不是 我一直都是這樣 我知道不是 私底下的我都是瘋瘋的 我還有說過 結婚前我有點壓力 你看到的我 是有點壓力的我 但我又要去做事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 好像放了一點點 又放不完的我 還有一個問題 對, 新一年有什麼大計 還沒開店 專注在我的店 是書店嗎? 是, 外賣咖啡書店 外賣咖啡書店 對, 即是有外賣咖啡 就是外賣咖啡書 樓上應該會有玩具買的 你到時可以來的 我剛剛適合你 什麼玩具? 是動漫的, 很多公仔, 模型的 我喜歡動漫的 我喜歡動漫的 那你怎麼會買那些東西? 其實我們有幾個拍檔 不像我一個 我覺得也合理 你買玩具的人上來 可能你不喜歡看書 你剛才上來看玩具 可能真的有本書 你不知道 現在你上網賣書 基本上他已經知道 你的所有愛好 他推給你 基本上你不會遇到 你不想遇到的書 但你走書店是會做到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想走書公 那我預計什麼時候開? 希望是今個月底 或者四月頭 就是三月底四月頭 這麼快? 不懂不懂已經準備開了 因為我之前結婚前已經準備了 因為我太忙了 所以為什麼我壓力這麼大? 因為我有很多事情在做 在哪裡? 在王朝 大家到時可以去看看 今集差不多了 再一次多謝阿露 還有多謝修豪天地 余龍謙 還有多謝路子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 拜拜 給個like share subscribe 你要我壓穩 但是我沒有 就這樣再見 再見